這一集要帶大家到 豐源三年重新開放的冬月冷泉 去看看園區最新的現況 再帶大家去探訪 免費的冷泉湯屋 在大雨中泡冷泉 別有一番風味 搖水無人 還要去探訪附近熱門野營點 伴著掏身入眠 一早就能採買新鮮魚貨 一定要過來買魚 還有超美神秘沙灘日出 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去度假班 記得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關注FB粉絲頁 可以獲得最新訊息喔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幽娘教士 這一集 我們要帶大家去探訪 夏日必遊 蘇澳三大冷泉 第一站我們來到最夯的冬月冷泉 這裡因為疫情封閉了三年 今年6月1日才重新開張 開車的朋友 直接導航到冬月冷泉 即可抵達 搭火車的朋友 到東澳車站下車後 沿著冬月路 穿過部落 大約走12分鐘即可抵達 不管是步行還是開車 都會經過冬月部落 過橋之後 就可以抵達冬月泳泉公園 早上不到8點鐘 就已經有遊客來了 這裡在假日非常的熱門 建議即早抵達 現在我們所在的位置 就是最近剛剛重新開幕的冬月冷泉 這裡在今年6月1號才剛剛開幕 現在時間是早上7點50分 這裡已經來了十幾二十台車 非常熱門 到冬月冷泉來穿長袖短褲 因為要泡水 所以要穿短褲 穿長袖除了防曬之外 就是防小黑紋 這裡小黑紋很多 走 今天我們看到 它的整排 它這整排 商店街還有廁所 這個廁所早上8點才開門 半晚5點會關閉 現在已經開了 我們去看看 進到冬月冷泉 映入眼簾的就是藍天白雲 加上一大片的草原 旁邊除了廁所之外 還有垃圾處理點 以及我們的商店街 早上8點 像是假日 早上8點都還沒有開門 烤香腸的 賣清涼飲料的都有 前面就是冬月冷泉的冷泉池 上面是台鐵的東部幹線 在台鐵的橋下 這裡有一些遮陰的地方 如果要休息的話 這邊正午可能在橋下會比較陰涼 再過來就是親子遊戲區 再走過來就是冬月冷泉 它就兩個冷泉池 等一下我們去看看 這一條水盾的水非常的淺 兩側有石橋可以通過 這邊也有一個鐵橋 橋下也是遮陰點 記得自己帶遮陽的工具來 正午啊 這裡是完全沒有遮陰的 都可以冷泉 原則上它就是兩個大池子 冷泉池 這條人工水盾的水源 來自於地下水管 冬月冷泉是全天候開放 但四周有用圍離隔開 周圍的聯絡道都畫了紅線 禁止停車 橋下的空地晚上非常熱鬧 橋下大概可以停兩台 那裡面還有一個空間 可以使用 今天我準備帶瓜瓜來冬月冷泉 旁邊有一個橋水溝 這裡有泳泉 應該可以給瓜瓜泡一下吧 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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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再來 嘿嘿嘿嘿 嘿嘿 這有泳泉 誰叫你飛起來的 看哪裡 這有泳泉 這有泳泉 嘿嘿嘿 師父嗎 洗澡的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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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呱 東張西望 一定是想飛到大池去玩水 頭身這麼高 為什麼 不行 你只能在這裡玩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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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一想飛 嘿嘿嘿嘿嘿嘿 冬月冷泉的水溫 中年都在14到16度 這裡最常聽到的就是尖叫聲 因為太冷了 冷泉的水質清澈見底 非常的乾淨 這裡是冬月村 村長他有派志工過來維護場地 所以整個看過去是非常整潔的 各位如果來這裡吸水的話 一定要注意保持乾淨 垃圾自己帶走 看起來這裡就是兩個冷泉池 水深大概只到膝蓋 現在 油娘駕駛帶各位下去 走一走 自己要帶那個椅子來坐 這下面都是碎石 所以最好是穿 膠鞋下去 哎呦 哎呦 哇好冰涼啊 啊 這個冷泉舒服喔 看到沒有它高度直到腰 小朋友來也是很安全的 下面看起來都是碎石 跟那個爛泥 這裡可以放清淀飲料跟西瓜 泡冷泉還能欣賞火車 冬月冷泉24小時開放 免收門票 早上營業時間有公共廁所 還有在地攤販 但是沒有更衣室 最好是換好泳裝再下來 多帶一套換洗衣物比較保險 雖然水深50公分左右 小朋友還是要有大人看著 比較安全 泡累了 旁邊有鞦韆 可以小氣片刻 最好是自備野餐店 小椅子 洋傘 可以在橋下休息 冬月冷泉 假日一早就人潮滿滿 平日過來會比較悠閒 泡完冷泉後 還可以到附近 冬月部落的蛇山步道去健行 在這裡可以遠跳 蘇花蓋和冬月冷泉 回來了 不到十點鐘 停車場幾乎客滿了 呱呱餵食秀 唉 知道了 亮板一直啃掉了 好吃嗎 這裡是阿里斯冷泉 名稱非常特別 和原住民部落有關 這裡的冷泉 有淡淡的硫磺味 又稱為白黃泉 是非常稀有的泉質 這是一個長方形的冷泉池 主要結構是由紅磚和冰石子組成 走在阿里斯冷泉這裡 這下面都是鵝卵石 怎麼有點像是健康步道啊 走起來好痛 阿里斯冷泉 它的溫度常年都在22到23度 形成的原因呢 就是宜蘭豐沛的雨量 還有非常厚的石灰岩層 它常常會冒出二氧化碳 形成中年22到23度C的冷泉 泡起來非常舒服 那這一條阿里斯冷泉 它是免收費的 而且對面還有廁所跟淋浴間 等一下我們去看看 它的對面有一間廁所 化妝室 再來呢 旁邊還有湯屋耶 這蠻特殊的 現在我們來到阿里斯冷泉的湯屋 這裡是十八鏡好不好 我也開啦 然後就沒了 哇 大家想看的應該是女湯屋吧 現在由副駕駛來帶大家來看一下女湯的設備 這個美女走光和期待的不太一樣喔 阿里斯冷泉對面有淋浴間 這邊是一間工具間兩間淋浴間 廁所的話要在對面才有 這一站我們來到了蘇澳冷泉 它和宜蘭的礁溪溫泉 是宜蘭兩大瑰寶 雖然今天下著雨 正適合泡冷泉 走 我們去看看 蘇澳冷泉公園目前是售票入場的狀況 所以它每個人全票是120元 給各位參考 哇 這裡面是要穿衣泳帽 非常大的一個池子 冷泉池 而且它有做遮陽的這個設施 這裡有一座免費的冷泉泡腳池 我們來看看 有冰耶 我第一次泡這一桶 泡腳的冷泉池 泡腳池再過來 這裡有男女廁所 再來垃圾處理點 泡完冷泉還不夠消暑嗎 這一站帶各位到在地70年老兵店 新建立兵店 玩在地吃在地走過路過千萬不要錯過在地的好味道 在有故事的小鎮品嘗70年前的味道 雖然坐在同一個空間 但卻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啊 有空到蘇澳走走吧 接著 我們到粉鳥淋漁港 海景第一排 小氣片刻 外面艷陽高照 我們準備聽著浪桃聲 在冷氣房 簡單用午餐 正五冷氣耗電瓦數高 可以搭配行動電源 在車上無名火料理 簡單吃不簡單 我們煎的是牛肉湯包 沒有要夾鴨肉 呱呱不要擔心 好乖 晚上帶大家到粉鳥淋漁港去看看 這裡是祭次收費停車場 看起來夜間沒有收費 這邊有海巡 再過來 魚市場這裡面有廁所 沒有 我們先到野營點去休息 明天一早再過來買魚 야지 啊~~~ 這裏是粉鳥林漁港附近 熱門的野營地 好多車友在這裏休息 各位观众 今天在野营地碰到我们台北的白先生 大家招呼 等一下去哪里 回花脸养家 路上巧遇就是有缘 谢谢支持 拜拜 太有缘 这个停车点往下走 就是一大片的沙滩 我们去看看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奥的粉鸟淋鱼港 这里早上7点 下午4点左右会有定制渔船的渔船回来 今天早上我们就带大家来看 最新鲜的很牢的渔货 清晨5点45分 渔船纷纷离港 准备去收电制渔网的鱼 海巡说渔船大约在7点到7点半会回港 趁这个空档 我们带各位到粉鸟林秘境去看之初 这里停车方便 生态丰富 环境友善 真可说是钓客的天堂啊 看起来 现在粉鸟淋鱼港的广场 正在进行改善工程 非常恋人期待 你看 大停车场 这应该是友善的坡道 无障碍坡道 这边有厕所 早上7点钟 渔船已经回港了 这边有厕所 鬼頭刀 哇,這很漂亮 各位觀眾,很老的 鬼頭刀 哇,這個做魚鬆很好吃啊 早上在海裡游,現在就上來了 哇,來,來,看一下 太大隻了吧 水,水,水 很老的吐托魚 最新鮮的就在蜂鳥人魚港 一定要過來買魚 看到沒有 好大隻 超熱鬧的魚市場 一早7點鐘就開始了 來,來,來,看到沒有 滿載的鬼 用麻布袋買啊 現在是飛魚的產季 在地的朋友是用麻布袋來裝的 今天在粉鳥人魚港最新的漁獲現場 碰到我們台中的楊先生,顯康利 大家在乎 一早就來釣魚了 昨天晚上到了 反正沒釣到直接現場買 會被發現 昨天從下午從台中出發 到這邊先過一夜 哦,太棒了 路上巧遇就是有緣 有緣 謝謝謝謝 拜拜 土托 1800 這兩隻800多 你賺到了 超便宜的 從哪裡來啊 從彰化來 為了買這邊的魚 從彰化過來 哇,豐收豐收 這樣便宜了 便宜了 這多少錢 一千幾百 一千零七十 一千零七十 這油袋吧 油袋耶 哇,好大隻喔 遠到從各地過來買魚的朋友 若意不絕 可見這邊的魚 新鮮又便宜 好啦,今天的影片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希望我們的經驗 對各位有幫助 年營夏日 除了注意防曬之外 野營,細水 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我是優娘家事 我們路上見 拜拜